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韩国AI晶片设计企业Rebalance技术长Ojin Work近日表示, 其下一代AI人工智慧晶片RIBEL有往于2024年内发表。 RIBEL专为训练大语言和多模态模型而设计, 其采用三星晶圆制造技术与记忆体晶片。 其中,在制程技术的部分,预计采用三星4nm节点制程, 而记忆体晶片方面,则是以三星HBM3E的记忆体晶片为主。 此外,RIBEL晶片还将支持800G以太网络传输界面。 现阶段,RIBEL家族包含两款产品, 极单晶片的RIBEL Single和由四个晶片构成的RIBEL Quad 分别配备一个和四个12层堆叠的HBM3E记忆体晶片。 就RIBEL Quad来说, 可训练参数规模达175B的大语言模型模型。 Ougen Walk称, 该公司计划2024年底前发表RIBEL Single。 至于,规模更大的RIBEL Quad则是受惠于三星电子的大力支持, 预计推出时间将从2026年左右,提前至2025年初。 事实上, Rebellions在8月与韩国SK集团旗下的另一家AI半导体设计企业, CPN Korea签署了最终合并协议。 两家公司完成合并后, CPN Korea成为存续公司, 但名称改为Rebellions。 而新Rebellions将由现在Rebellions的执行长Tark Sankyan领军, 企业价值超过1兆韩元约7.4亿美元。 根据此前报道, 由执行长Tark Sankyan领导的新Rebellions, 目标是两三年内抢攻全球AI半导体市场, 挑战辉达地位, 并专注NPU的研发。 但市场先前预估, 新Rebellions将可能采用台积电的制程技术。 不过, 现在新Rebellions出来辟谣, 新的AI晶片将以4nm节点制程来生产制造。 与此同时, 三星今年稍晚推首款HBM4G一体晶片元件, 2025年初出货。 三星将采最新10nm制制造HBM4DRAM, 4nm制逻辑制造HBM4基础晶片。 三星制造第一批HBM4元件和基础晶片后, 记忆体晶片和逻辑晶圆厂需几个月生产组装。 三星在内侧HBM4堆叠, 并提供主客户样品, 推测应是AI和HPC处理器领先厂商。 三星拒绝回应, 外界预测, 2025年底开始量产HBM4, 不过实际产品何时出现, 仍有待观察。 三星采最新10nm级DRAM制程制造HBM4G一体晶片层级, 并4nm级罗机制造2048位元界面HBM4基础晶片, 可直接安装于三星自家SaintD或类似技术处理器。 标准组织JEDEC固态技术协会公布, HBM4将指定24G和32G容量密度, 可选择支援4层、8层、12层和16层TSB对战, 依旧高达6.4G速度达成初步协议, 并讨论更高频率。 目前,很难预测三星初期HBM4模组配置, 不过据称,三星明年下半年量产12层HBM4堆叠。 与此同时,竞争对手SK海力士下半年将量产HBM4, 但没透露出样时间。 SK海力士最初倾向使用EBDRAM技术制造HBM4G一体晶片层级, 三星则决定采用EC生产。 SK海力士将与台积电合作, 打造HBM4基础晶片。 台积电在2024年欧洲技术研讨会上透露, 计划采用先进12FFC Plus的12奈米级和N5节点的5奈米级制程技术 生产基础晶片。 透过台积电技术,除了逻辑整合上更密集, 互联间距更细致, 记忆体晶片可直接放置在CPU和GPU。 以台积电的12FFC Plus制造的基础晶片, 可使用西中介层连接记忆体晶片与主机处理器。 晶圆代工龙头大厂台积电日前公告了7月营收, 当月合并销售收收入达到了新台币2569.53亿元, 较6月份增加23.6%,较2023年同期增长44.7%, 创下单月历史新高记录。 累计2024年前7月, 台积电营收金额达15231.07亿元, 较2023年同期增长30.5%, 同样创下同期新高记录。 根据台积电二季度说会预估, 2024年第三季以美元计算的营收预计将在224至232亿美元之间, 较第二季增长7.5%至11%。 以亿美元对新台币32.5元的基础计算, 营收将落在新台币7280至7540亿元。 以7月份营收数字来观察, 接下来8月和9月营收平均达到新台币2355亿元, 即可达到财测目标,难度并不大。 值得一提的是, 台积电在二季度法说会上重新定义了晶圆代工, 原因是IDM厂商介入代工市场, 晶圆代工界限逐渐模糊。 同时,台积电与三星也进入先进封装, 英特尔不论内外客户都采先进制程, 也会用到先进封装, 甚至部分产品也交给台积电代工, 与纯晶圆代工有差异, 必须扩大晶圆制造产业, 初始定义到晶圆制造2.0。 台积电强调, 新定义晶圆制造2.0, 产业规模2023年近2500亿美元, 较就定义1,150亿美元更高。 预测2024年, 晶圆制造产业同比增长近10%。 2023年,台积电晶圆制造2.0, 不计记忆体的逻辑半导体制造市占率将达28%。 台积电强大技术领先和广泛客户支持, 这数字2024年会继续增加。 至于最近市场担心, 挥达G200Bianca NEL36可能推迟上市, 是因Bianca散热装置运算过热, 导致四伏器机架出货量减少。 Bianca主要组装商鸿海尚未说明, 但挥达重申B200HGX四伏器出货时间表, 机架系统第三季末开始。 散热问题可能只是大规模生产前的供应链问题, 两三个月内就会解决。 外资投行指出, G200出货时辰未变, B200HGX出货说不定还因转换更容易, 第四季提早现身, 因此看好台积电后续营运表现。 然而近日据媒体报道, 台积电股东人数已连续两周减少。 据悉, 随着台积电股价自近期低点813元新台币, 急剧谈升, 涨幅高达二成, 台积电股东纷纷出托持股。 据集保结算所统计, 台积电8月下旬, 股东总人数降至149万4468人, 单周减少9549人。 自8月初的高峰, 153万1383人减少36915人。 有分析师表示, 台积电大客户徽达8月底公布财报, 即说明未来营运展望, 将是牵动台积电后续股价走向的关键, 值得留意。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